台东部落大学近年来积极开设多元课程 包含基础型的酿制工艺、植物染以及语言课程等 以及数位型和社交课程 今年县府除了向圆明会申请57门课程以外 还另外加码办理13门课程 开设共70门的课 目前还有48门课程 持续招生中 这次我的课程当中有一个是金诺芳聊 其实大家首先拿出来一下 两只手借我 台东部落大学开学典礼上 讲师上台宣传外 并现场教学展现课程内容 放在公尺屑 这地方平常因为你们店呐用太多了 也用脑过度 两个手压一压 一、二、三、四、五 近年部落大学开设多元课程 包括基本型的酿制工艺 植物馆以及语言课程等 还有数位型和社教型的课程 而今年县府向圆明会申请加码 共计开设70门课程 目前有48门正在进行招生中 我这次是教的是陶艺 我有出阶跟进阶 最前面就是因为最后的进阶是要做我们阿美陶 阿美族的陶 因为阿美族的陶一直慢慢慢慢 很多的年轻人已经不了解了 想说从进阶、出阶开始慢慢去学习 学习到大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自己可以去用我们在地的图 去挖去做我们自己阿美陶 自己的陶不必去买别人的 是在教布农编制 教学的地方在燕坪武林部落 非常开心可以把过去主线的文化知识 把它找回来 然后在我们的家乡把它实践起来 而今年也大幅度调高了讲师以及助教的终点费 县府还加码增列经费 在TTICC成立部落大学校本部 结合设备以及人才汇聚原名创作者 开办专业设备课程 而未来也将持续增加各类课程 让民众可以就近学习 旧权如台东市报导